真是景久违传出新作消息居然将成为综艺固定班底 歌手品牌评价翻盘BLACKPINK击败防弹少年团与沃纳奥尼夺冠 INFINITE里成列 平克正恩帝主演恐怖电影0.0兆贺剧本阅读照公开 太好奇是什么剧情了 百日狼军剧本阅读照在公开男志炫被内容逗得哈哈大笑 20岁的神话继续发威闪电预告近期回归 如果结婚就是和他 黄保罗与车贤雨相恋六年 对方正是何正宇亲弟弟我的ID是江南美人首播你看没 车淫忧真的很适合这角色 让不少观众都心动了 极端粉丝趁视询持续骚扰沃纳奥尼经纪公司发出长文言词劝告 上电台宣传与神同行2的何正宇被民众卡尔因投诉 赋会长魅力继续延烧普旭郡夺7月广告代言人品牌评价冠军 新西游季5将在8月3日出国进行拍摄 制作组回应 场所和日程将进行保密 SBS新剧《狐狸新娘星》将在9月播出 李东建有望加入与李帝勋 蔡秀斌搭档 IU出演SBS美食综艺有品味第吃八 成为第一位单独嘉宾金秘书维和那样普俊和导演确定指导T 编新剧触及真心 这部则是网路小说改编 看起来明明很瘦 李孝丽 放弃自我中心学会体恤 对方不要只是来CAFE拍照打卡 这间可以喝咖啡又可以做事物 有雷一听就起鸡皮疙瘩 蒙面歌王新歌王辨识度太高 引发热烈讨论明星2018年7月30日 星期一16点45分 萨尼这一对好甜 而且南方的家庭真的让人蛮意外 如果不说真的很难猜到 30日 演员黄保罗出席了TVN电视剧金秘书维和那样的剧中采访 黄保罗在剧中饰演自恋而且喜欢帅哥的凤石拉 但在提到恋人车贤雨时 却认真 而表示 交往了6年感觉很可靠 最近才有了确信 觉得和这个人结婚应该不错 车贤雨是谁呢 一查才知道 原来也是演艺世家出身 车贤雨本名叫金英勋 父亲是知名演员金融剑 亲哥哥则是何正宇 1997年以男生二人组耶斯布朗出道 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英诺瓦申 2003年 车贤雨加盟剧团 开始以演员身份活动 先后出演了完美游戏 邻居 天国的孩子们等电影 以及妻子的诱惑 罗德诺 一 大风水等电视剧 2014年 曾一同出演罗德诺 一的车贤雨和黄宝拉公开恋情 当时车贤雨表示通过教会朋友的介绍认识 已经交往一年 其实黄保罗的IG里有许多两人一起出席 有人聚会的照片 有时候大哥和正宇也入境 欧波浪福看来两人的关系 一直到四年后的今天都还很稳定 而且双方都有 努力经营的事业 真的迟早要走入婚姻殿堂了吧 祝福他们欧波浪福图源 KSD 返塔交 黄保罗IGSANI 地址服 地址服 KSD 非得本站书面同意请勿抄袭 转载 改写或引述本站内容 如有为者 本站将予以追究相关新闻